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由小泰國之稱的九龍城 相隔三年,再舉辦潑水節 主辦單位指超過一萬人參加 教评会会长何汉权认为 常应该考虑由家长分担公民多内地考察的部分支出 都经成田机场计划合并三座客运大楼 应付庞大的客流量 各位爱彭建华 九龙城相隔三年再举办潑水节 庆祝泰国新年 不少人进行水枪大战 主办单位说超过一万人参加 有小泰国之称的九龙城城南道 这一日太湿身 神枪手有他 还有他 他就横数千冠 我会不会撞到永远 好玩啊 没有想过这么多人 我以为会很安静 不知道可能疫情之后有些人会害怕 很多人一起撥水 很刺激的 虽然你进来全身一定湿了 之前玩过来在泰国 觉得泰国好玩点还是香港好玩点 香港风阔一点 带了多少套来换 十几套啊 泰国潑水节真是春分 代表新一年的开始 传统以潑水庆祝 还有祈求来年平安顺利 中国人传统就是水为财 泰国人就是水为福气 由头收到脚 最后就会走运走迟整年了 不想湿身就可以选择到 假冰达道球场家嘉年华 体验泰式按摩 品尝泰式的美食 甜品 芒果糯米饭 疫情虽然好一点 但我觉得热食那些 如果在这里吃 怕有些传染 因为始终有市民在家 所以在卫生上 和在疫情意识上 仍然有一些在 市民也可以入乡随着 欲罚祈福 不少在港的泰国人 都着上传统的服饰应节 现场也有警员维持秩序 无线电视记者 吴家軒不道 事件局正在九龙城推荐两项重建项目 行政总监韦志诚说 赞研教育楼外置给当区商户继续圆区经营 水战再度在九龙城泰国街上演 事件局行政总监韦志诚在网志诺说 局方早前主动联络泰裔组织 并协调九龙城民政事务处 警方等多个部门 初商复办破水截 亦都协助主办单位宣传 期望特色文化活动顺利举行 事件局先后在九龙城开展两个重建项目 去年首次应用融合策略 进行重建或市区更新工作 韦志诚说 为了保存地区特色 当局组在规划阶段 已经透过重整和重新规划 各一区的土地用途等 保留街铺临立 亦都增设市集广场和门户广场 提供更多地方 举办各类文化特色节兴活动 九龙城区内 亦都有不少和潮州 泰国饮食文化相关的特色店铺 事件局早前委聘顾问收集意见 大部分居民和商铺都希望留在园区经营 韦志诚说 已经在规划阶段 研究重建之后预留位置等商户回迁 继续在园区经营 未来几个月 亦都会落实商户过渡期经营安排 和重建之后 回迁不同方案的具体细节 保留小街小铺 和城行城市的特色 无线电视记者曾今报报道 高中公民与社会发展科 政府存额资助学生去到内地考察 家评会会长何汉权认为 长远应该考虑由家长分担部分支出 高中必修的公民科 学生需要到内地考察至少一次 今个和下个学年 教育局预算共花近1亿8千万 全数资助私生的团费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 教育评议会会长何汉权 在本台节目讲清港楚话 长远除了补贴贫困的学生 内地考察团应该由家长分担部分费用 所谓的必修不是一定 你全部都需要政府负担 我觉得有些家长 如果觉得那个团 或者学生对学生的认识 我们说家国 乃至到叮一声的作用产生的话 我觉得家长很愿意他付出 有时候又这样看 我觉得纯粹完全的免费 又不是说一定是个个都珍惜 课程希望透过考识团 给高中生了解国情和国家发展 但会不会只是展示了好的一面呢 跟他讲道理 国家的发展的成果 得来不宜 现在的成就 怎样怎样好 但是当我们说完这个事实之后 我觉得学生们 他自己本身有个独立的思考 他会看到究竟这个发展 这个事实 还可以做得更加好 或者我们跟他讲解的道理 是不是他完全接受 当然我们不是说 这个明明不是事实 你说事实 这个当然不行 另外立法会早前通过 无约束力议员议案 将中士科列为中学必须学习经历 何罕权提出应该考虑减省 其他文憑史科目的课事 被高中必修不效中士 十分之九的同学 他读完中三之后 他上到来中四中五中六 没有了中国历史了 这个对于学问系统的学习 乃至到我们说从国史的认识 然后才知道中华文化 然后才知道国情 乃至到我们所谓的国安 是吧 这样的话是完全不利的 对于教育局说 可以在高中公文科教授中史 他说等堂行通识科的老路 批评是明不正言不信 慕斯尼斯记者 侄愿问不到 一个56岁休班警员 涉嫌盗舍被捕 警方说星期六的凌晨 在尖沙咀河内道 和加拿分道交界巡逻期间 怀疑一个男人 偷取他人手提电话 初步调查之后 以涉嫌盗舍将他拘捕 被捕男人是休班警务人员 已经被停职 案件交由 由尖警区作案组跟进 警方说非常重视人员的操守 任何人员干犯违罚的行为 警队绝不用忍和姑息 定必严正处理 日本东京成田机场 计划合并三座客运大楼 应付旁大客流量 成田机场预料 未来旅客人数急增 提出过度方案应对 包括合并现有的三座客运大楼 提升接待旅客的效率 合并之后的新客运大楼 潜在选址位于现时的 二号客运大楼南面 方案也计划设立新的货运区 用作物流中心 至于早前提出兴建第三条跑道 和延长现有两条跑道的其中一条 就预计在2029年3月完工 成田国际机场公司 借加快和政府商讨改建细节 包括工程规模、时间表和造价等 日本继续搜索聚毁的自卫队 黑鹰直升机和失踪的10个人 日本海上自卫队 潜艇教援舰千组号 加入搜索 公同社报道 直升机上星期四 从冲城圈公古岛起飞之后 曾经多次透过无线电通讯 但并非通讯二步 并非通报以上 可能是最后一次通讯后的 达两分钟出现突发状况 猛烈撞向海面 当局昨晚曾经接报 似乎有人在海上飘浮 但就未有发现 休息回来有其他消息 待会再见 回来新闻时间 西九文化区全新大型舞蹈节 来近星期五开幕 将会一年三个几星期上演六场当代舞 其中一场由本地舞蹈家 演绎传统架权的习组 一起看 结婚是人生大事 不同婚姻习组 例如围村哭嫁 但家新娘上三板 过大礼后的童子跳床 全部改头换面 在舞台上一一呈现 这个是今次舞蹈节的重点项目 《起!红色的承诺》 由西九自由空间毁约和制作 本港篇舞家梅卓燕粗刀 演绎对家取习组的思考 我曾经去过一些婚礼 那婚礼是太盛大了 盛大到我基本上是 我碰不到 我见不到我一对新人 招呼不到 招呼不到 所以有时候 现在的婚礼其实是 去了什么方向呢 我觉得是去到一个地步 好像是大家去了一个形式那里 究竟两个人其实真的要去一起的时候 其实是根据什么 初冲其实是什么呢 还有熟悉的音乐 至于要了解传统婚礼仪式的丰富以涵 就多得这位画剧出身的大琴歌 对于我来说 仪式其实是一个感恩的机会 是一个多谢的机会 所以譬如说 上头就是 多谢爹地妈咪帮我养大成人 奉茶都是 多谢爹地妈咪帮我养大成人 究竟意义是什么呢 有没有爱的成分在里面 还是纯粹是我要应付老人家 应付那些仪式 应付传统应付 一向都是这样做的 所以我就要这样做 分离仪式随着时代演变 有人喜欢隆重 有人喜欢简单 演出者就希望 观众看完表演之后 会反思每个仪式背后的意义 首届舞蹈截 聚焦女性编舞家创作的当代舞 带领观众以全身视觉 审视性别和权力的关系 其余五场演出的艺术家 分别来自德国 比利时 以色列等 舞蹈截 由今个月十四号 至下个月七号 在西九自由空间上演 无线电视记者叶子华报导 跑马拉松讲求体力和耐力 有视障人士克服身体障碍 十年来在世界各地 完成22项马拉松赛事 除了获得奖牌 还获得爱情 其实在看不到之后 我经常有一个感觉 是觉得你要先搞定自己 你要独立到 如果我经常要别人去照顾的时候 可能自己也要不自己烦 患青光眼失去视力的傅提勋 很喜欢跑马拉松 丈夫Chris是他的专属领跑员 十年来两人越跑越有默契 不过他们的爱情长跑 并不是一帆风顺 好像在一起 开始他就有同一提过 其实有个眼疾 但因为那时候 其实不了解那个眼疾 究竟那些严重情况是怎样的 没有去太深入去了解 我是到后来 严重弱视 去到接近失明 我觉得开始真的 前路很模糊了 很没前景了 我开始做不到事了 我们只决定了分开 他后来参加了复康计划 重新学习生活技能 还开始跑步 经过几年适应期之后 重头社会工作 能够照顾自己 他开始相信身处黑暗当中 一样能够活得阳光灿烂 更加激发他追求幸福的信心 我觉得跑步这么难的事都做到 没什么不可以的了 从他找了一份长工 失明后不用靠人照顾了 又欧独立可以去到跑步 所以后来跟他跑步又有一个转变点 然后就觉得如果在这个时候 在一起或者都是一个right time 如果不是因为太太的话 其实马来床没有感覆 哇跑了四十多公里 听起来五六个小时 其实很辛苦 其实很沉悶的 又有他的坚持 他说要去外国去马来西亚跑马来床 那就跟他去吧 久而久之就爱上了这个运动 他们已经跑过纽约 波士顿 芝加哥 柏林 和东京马拉松 再跑了今个月的伦敦马拉松 就达成他们的世界马拉松大满灌 无线DC记者 廖天站报导 法国南部港口城市马赛 一栋民房发生爆炸倒塌 最少六个人受伤 可能有十个人被埋 倒塌是一栋五层高的住宅 当地星期日的凌晨爆炸 并引发大火 爆炸翼波及轮近两栋建筑 其中一栋部分落下来 另外一栋随时有倒塌危险 当局出栋超过100个私房源到场抢救 并协助疏散附近居民 消防说由于火势猛烈难以控制 加上火牆高温 无法出动手术犬协助 增加救援的难度 当局初步相信 塌下来的楼宇不涉及结构问题 二楼案状监控镜头 识别与惩罚违法不带头巾的妇女 警方发声明 指当局在公共场所和大街 安装摄录镜头 以识别无案规定 带头巾的妇女 抗拒履行强制带头巾的法律 垫污国家神圣形象和散播不安 被揭发违规的人 会收到警告短信 多个亦呼吁店铺商店店主 严肃监察妇女 遵守这种社会规范的情况 伊朗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 实施伊斯兰教法 要求妇女必须遮盖头发和着松身衫 避免展露身材 违规的人会面对公开指责 罚款或是拘捕 但全国仍然随着可见 有不少的妇女没有带头巾 早前更加连续出现反政府示威 不满道德警察 去年9月 以带头巾不当 拘捕22岁 抚以得逐女人亚米尼 她在关约期间死亡 解放军继续环台组检执 有驱逐舰同台军舰艇商 她只有几海里 复活节长假第三日 市面的人流不算多 有市民说会等来 贷消费券之后才买东西 政府说会为在各区 提供服务的关外队 设立职效指标 各位艾冠可惟 解放军东部战区 还台湾岛演习进入第二日 中央电视台报道 解放军区组舰一度同台军舰艇 距离只有几海里 军演第二日 解放军东部战区说 多艘艇在台湾海峡 对目标全天后追踪瞄准 警察艇艇就占领预定打击陣位 报道指导弹护卫舰 在目视距离五海里处 机动接近台军而扬栏 空军表示数十架次预警机 迁击机等组成片队 去到指定空域 构建海空一体联合打击体系 为联合突击兵力提供目标引导 以及支援掩护 陆军远双火部队 就以无人机为发射单位提供打击引导 战开多目标多弹种复合遗伤演练 火箭军完成首轮模拟打击之后 转往预备阵地 为下一轮打击做准备 官方表示多国部队保持围堵进壁 模拟对指定目标联合正确打击 有信心 有底气 应对各种复杂困难局面 坚决完成作战任务 坚决挫败任何形式的外部势力 和台独分裂企图 央时就发布演示动画 显示解放军由三角方向对台湾发起攻击 有导弹击中台湾半渡两段 在台湾 外电报道新触空军基地 星期日上午有多架战机声控 而海洋委员会就公布片段 指解放军太原舰在第一日军演越过海峡中线 一度同台军舰艇在距离三海里的位置对视 无线电视记者陈雪义报道 环球时报引述内地军事专家说 第一艘国产航母山东舰 也有参与今次的环台演练 分析认为今次的军演对围风台岛的力度更大 兵力部署也显示足以覆盖 过往被视作安全区的台湾东岸 解放军东部战区同时举行环台岛战备警场 以及联合利监演习 内地多名军事专家说 同过往相比今次二合一演习 对台独以及外部势力的针对性明显加强 禁闭的力度更大 所以我刚才已经说了 就是西部 东部 南部 北部 几方 就是整体对台独形成这种挤压的态势 实战的意味更浓 所以这次目标就是要检疫 我们在联合作战这个体系下 就是联合作战的能力 对台独形成这种压倒性的优势 今次演练据报第一艘国产航母山东舰也有参与 终身社就引述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教授张慈 说山东舰航母偏对出第一岛链部署 等同战据西太平洋要导 可以发挥海上屏障作用 同时形成外阻内风 对外阻击外部势力干涉 对内风所台独分裂势力 而环球时报旗下微信公众号就发表评论 华山东南舰队的海空控制半径达到几百公里 加上舰载机和护航舰艇片队携带的远程导弹 可以有效打击台湾东部的军事基地 意味台湾中央山麦尔东的安全区失去意义 无线电视记者陈雪义报道 回来本港 新一轮消费券还有一个星期就发放 有市民说复活节长假比较少消费 留回收到消费券之后才买东西 有业界就说假期旅游区的生意好过民生区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期望 消费券连埋开心香港活动 可以刺激零售和餐饮市场 复活节长假第三天 旺角街头尚算唱通 惯常接待旅客的约装店等等 也未见明显人龙 住宅较多的社区 例如观塘 这间商场好像其他周末一样 有不少人行 买东西的人有多不多呢? 刚刚去旅行回来 对 已经去旅行回来 今天也打算去商场看看有没有东西 正好买了 先看一看 如果不差一个星期可能都可以买消费券 我刚才买了按摩鱼 为什么不等等消费券才买按摩鱼 我有需要就买了 不过都是一样道理 你的钱不是用这里就用那里 刚刚过去的周末 一共有超过64万个本港居民出境 零售业价值反而復活节 内地不是假期 但来的旅客就比预期多 旅游区生意有单位数增长 珠宝行业其实都是有一定的升幅 海味的行业都有一定的升幅 但电器产品的话就可能是持平 那民生区的话 那个销程的话 比平日的话就减少了 我相信因为是负费的长假期 有不少的朋友其实都选择了去外游 过去他们自己的经验都是一样的 那都是见到如果电子消费券准备推出来的话 那两个星期之前的话 那个销售很明显是会比较有一定的跌幅的 因为那些人可能是准备等电子消费券推出来的时候 才一次过去买 看看各大型商场消费券相关推广 相比过往两年大多数也都有配对优惠 今次不少在旅游区的商场 优惠也是集中吸引旅客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表网市说 下个星期日派发消费券首阶段3000元 连同开心香港活动是两战并法 相信可以刺激零售和餐饮市场 当局说下个星期将会公布开心香港的详情 透露月底会举行美食市集等等 无线电视记者梁慧尔报道 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前局长陈家强说 本港劳动人口减少 旅游业服尚需时 但希望本港之后能够发展高质量旅游产品刺激经济 防疫限制放宽 本港多个旅游热点重现燃热气氛 但旅游业界多次说 导游、旅游巴士机等不够 接待能力有待提升 本港劳动人口最近剩下不够380万人 由2018年的高位至今五年间流失了超过23万人 科大工商管理学院兼任教授、财富局前局长陈家强说 劳动人口减少阵外了服尚 我相信我们的旅游业一定在做很多事 我有信心他们会做得更好 香港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很好的商务旅游 和其他休闲旅游的地方 相信这个是会做到的 当然大家希望你做完之后 我们去走一些比较高质量的旅游产品 令到香港是不需要很多人口的劳动人口 仍然是能够赚到很好的一些旅游的钱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未来五年 全球经济平均增长只有3% 在1990年以来最低中期预测 陈家强说不感到意外 认为香港也都会受到拖累 我们现在面对的也是一个 全球出现一个低增长的时间 所以你在这样的情况之后 香港很难说自己会增得很快 因为独善其身是没可能的 所以big picture是慢的了 第一我们见到我们金融市场 一定是不会有很大的进涨 尤其是在美国现在的价值环境之下 大家对投资市场还没有热烈的时候 对于近月接连有美欧银行陷入财务危机 陈家强认为只是个别银行事件 香港市场未必会好似15年前 受到雷曼兄弟事件引发的金融海啸所牵连 无线电视记者陈金报报道 政府在18区设关外队 其中两区今个月开始展开服务 为期两年 当局说会为提供服务的组织 设立职效指标 政府早前完成全湾和南区的关外队轮选 32个获选组织今个月已经投入服务 每队最多获得120万政府资助 为期两年 早前有团体反映资金未必足够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 相信会有组织不会计较 我们看到在社区里面有一批市民 有一帮热心人 他们愿意出钱出力 不计较回报 在社区提供服务 所以他们可以凝聚到我们社会的资源 一起在我们社区提供关外和支援服务 而民政署的专员也是按区程 就算他们各行计划定了一些指标 我们都是会不时监察 甚至他们计的指标 是比民政专员那个计得更高 区议会年底就换届 地区行政检讨的进度 麦美娟重申已经到了最后阶段 无论那个检讨如何 我们的方向都是 区议会应该按着基本法97条 区议会是作为一个非政权性区域组织的方向来检讨 而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怎样可以透过区议会的检讨 包括我们地方行政 我们地区治理的工作加强 可以令到我们整个社区的治理管理的工作做得更好 令到市民生活在自己的社区更加有幸福感和获得感 他说有结果会尽快公布 母亲里是记者 札月文活动 又吃一会儿 回来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美国电动车生产商Tesla 将会在上海建超级工厂 专门生产超大型双用全能电池 是Tesla在美国本土以外第一个同类项目 预计明年第二季度投产 上海市政府和美国电动车生产商Tesla代表 星期日举行签约仪式 正式启动Tesla储能超级工厂项目 Tesla将会在上海自贸试验区的临港芯片区 兴建一间超级工厂 专门生产超大型商用储能电池Megapack 是Tesla在美国本土以外 第一个储能超级工厂项目 新能源 还有新材料 还有高端装备 这些产业在临港都非常成熟 那么这些产业集群可以很好地支撑好 储能这样的一个产业的快速发展 Tesla的Megapack 现时已经为美国 英国和澳洲等地 发展新能源助力 作为一种理离子电池 Megapack可以支持千兆瓦时规模的公用事业项目 并具有灵活性 能随时同电池模块 液变器等部件集成安装 帮助电网更加稳定可持续 今次规划的工厂预计今年第三季度开工 明年第二季度投产 初期计划每年可以生产一万台电池 转能规模近40斤瓦时 产品受往全球市场 Tesla说工厂将会帮助企业不断丰富能源整合解决方案和全球布局 Tesla下一步会在中国投入更大精力 有上海官员就认为 项目有助推动上海 新型转能产业发展和绿色低碳转型 Tesla早在2019年就在上海兴建超级工厂生产电动车 成为Tesla在全球主要的出口中心 彭博引述消息说 Tesla行政总裁马斯克预计星期一到上海市测工厂 期间可能公布一款低价新车型的资讯 无线电视记者彭建华报道 内地为了推动北方发展 提出京津企协同发展 河北三个在北京和天津之间的远市也受惠 成为北京外迁企业的集中地 河北狼方市北三元为处于北京和天津之间 独特的地理优势 加上当局推进京津企协同发展 今年吸引不少企业由北京进驻 有科技负责人说 由北京搬到北三元的乡河院之后 在当地有关部门支持之下 科技创新得到提升 科技化、程度自动化都有明显的提升 然后我们产品附加值 产品的科技含量也更高 有工厂负责人就表示 在京津企协同发展 北京周边地区聚集了一批新型企业 上下由供应链成本下降 同时变得稳定 有利公司发展 国家法改委、北京市和河北省政府 2020年发布文件 提出要充分发挥北京城市副中心 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北三元协同发展 北京传媒报导 去年北京通州区和北三元地区 生产总值近2310亿人民币 无线电视记者 春雪儿报导 对于解放军在环台湾岛演习 美方呼吁北京克制 又说会履行安全承诺 有访台的美国众议员直言 大陆一旦对台动武 美国国会可能会授权派兵保护台湾 解放军东部战区 由星期六至星期一 进行环台岛战备警巡 和联合利监演习 军方表明相关演习 是对台独势力 和外部势力欧连挑衅的严重警告 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在台协会发言人表明 美方会密切关注解放军的动向 呼吁北京克制 不要改变现状 又说美中两国的沟通管道一直保持畅通 美方又强调 有信心拘来会有足够资源和能力 去确保和平和稳定 并且履行美方的安全承诺 美方重申 台湾领导人过境 符合美国一贯政策 北京不应该当成过度反应的借口 近日率团访台的美国众议院 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口尔 接受博士新闻专访时 美中两国爆发冲突是最后手段 大陆一旦出兵台湾 相信美国国会和人民将会讨论派兵的事 如果得到人民的支持 国会将会授权出兵 麦口尔又说 台湾和乌克兰的情况非常不同 乌克兰有北约组织支援 而台湾就没有为战争做好准备 它的情报监视侦察能力 亦比不上北京 另外彭博社引述美国众议员的消息 美方曾经向台湾商讨 引进星链低轨度卫星网络 协助台湾防卫的可能性 美国首富马斯克创办的SpaceX公司 正经向乌克兰提供星链卫星系统 以协助乌军网上通讯 但就不能够操作无人机 母纤电视记者朱少龙不得 德国汉堡多个仓库火警 农烟可能有毒 并且飘向市中心方向 德国第二大城市汉堡多个仓库 当地礼拜日凌晨大约4点发生火警 大约140人疏散 无人受伤 当局警告空气中可能带有毒的物质 农烟飘往市中心方向 虽然截至中午威胁的程度已经减低 不过还有明火 提醒居民继续留在室内 并保持窗户关闭 而往来看保持首都柏林等地的列车 受事件影响停洗 旅居美国跌纳西州的22岁瘁城大红猫丫丫 租借其街门 动物园为他举行宽送仪式 预料丫丫丫月底会回中国 急急脚的奇蛾仔 懒洋洋的树懒 连行得慢吞吞的他 还有他 同他 这日都专程来到探望住在中国馆的老朋友 痴性大红猫丫丫丫 同时为他战行 痴痴即将结束他20年的旅美生活 离开田纳西州曼菲斯动物园 返返家乡 园方星期六也为他举行宽送派对 还送上一个以痴痴最喜欢的提子 和甘蔗制成的大蛋糕 等他吃饱饱 当日有大约500个民众来到动物园 并签署告别信 捉完痴痴归途顺利 当地一间武术学校的学员 也以武术表演座庆 2000年8月 在北京出生的丫丫 未满三岁就和红性同伴 洛洛抵达美国 租借协议2013年到期之后 再延长10年 近年当地有动物保护组织 多次指控孟菲斯动物园 涉嫌虐待丫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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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丫 由于年近23岁的丫丫已经进入老年期 生理机能会不断下降 加上要面对全新的生活环境 内地有专家建议这段时间 尽量减少游客对丫丫的打扰 并为她提供适当美味的食物 和适宜的居住环境 让她尽快适应 无线电视记者梁明珊报道 先有食一会儿 回到回来有另一次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扰